一間餐廳或是一間這個 所謂的攤子好了 只有一樣東西重 我想吃三袋 什麼東西 這個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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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該怎麼叫妳比較好 李姐姐 她年輕太年輕了 妳大姐好 妳大姐好 對不對 我們同時代的 你看我們兩個都穿起袍 對不對 妳要穿起袍 起司就是不一樣 怎樣 怎樣 最主要這家店是 醬有名 對不對 對 醬有名是最早 我們在鴨村巷子很小的巷子裡面 這個先生跟我兩個人坐 但是這個是哪裡的菜 應該是上海 上海 口味有點 有時候有點亂的現在 鴨村文化就這樣 鴨村那個 那個住四川 那個住上海的 過去那個是三年 廣東人 那廣東人 然後大家混著四川 那個也不錯 好 那我今天就加一點什麼 加一點什麼 啊 就融合了 所以鴨村菜 對 鴨村菜 反而有一個鴨村菜 得出獨特的味道 嗯 對不對 那你們會像用一把精一樣嗎 啊 就有人出任務之後 就沒有回來 對 真的有嗎 真的喔 好多喔 我們有一個下午 就是一出去就不用等了 沒有 什麼不用等 心平氣和 不要跟他講太多 他是神經病 我們先吃這個醬鴨 好不好 鴨胸帶幾個 欸 你算 我現在喜歡吃全肉 哎呦 我不聽 欸 好吃喔 我們家家家跟上海又不太一樣 上海就比較 甜 比較甜 然後比較爛 對 這個沒有味道 它就很好吃耶 真的有改進了 東南西北的味道 嗯 很香耶 很香喔 它還帶點那個煙燻的味道耶 不是 它就醬 醬汁 桌式味 你是第三代 對 的 所以你們家現在誰的手褲색 應該是我 真的喔 對啊 因為媽媽也比較少去接觸廚房的事情 是喔 對 然後我是忙的話 一直都會去後面幫我這樣子 那這些都是 你姐已經已經知道了 剛才是 這個是醬唷啊 沒有 那其他這些東西 也是跟這個醬有關嗎 都是阿醬 差不多沾在醬裡面一起做的 那醬紋是單一 醬油還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醬油去調 單一就是佐料杯的 那個乳也是一直放肚 所以是老乳一直放肚 從你年輕的時候到現在 對啊 都是將就 還滿沉下來的 團成下來的 很厲害喔 那個理事長說這個最厲害 他研究出來的 你做的 會啊 會做啦 但是就是 幫我打把肩膀一下 好吃 太遠了 跟一般我們吃的豬血糕不太一樣 它可以明顯可以吃到那個 免疫 醬汁是同一個 都是那個醬汁做什麼 什麼鴨粽啊 什麼 一醬一醬都到了 全家升天 對不對 幫這個醬 幫賣雞蛋 好 最後 這個是雞腿 這應該也是用醬家去做的 對 其實你在家裡面 拿 動手啃就好 對啊 很香耶 用完就洗手 要不要黏黏的那個醬 有沒有 他們知道醬汁的嗎 而且我好喜歡它那個皮喔 對啊 它的皮就會巴著那個肉 就你來勝利青春 其實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雖然是你感覺上 不太像是我們所知道的 那種非常老舊的鴨粽 因為它已經都開裝了 重新remodel或renew過了 但裡面的一些菜 你可以一間一間慢慢去嘗試 因為每間都滿有特色的 我是美猴 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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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補充家 欸 我知道 你好 就是福利 你好 你好 就是福利 所以我今天特地帶他來找你 要做一個 就是台灣以前早期可能有人做 但日本比較有多人做的一個東西嘛 對不對 就他 真的喔 好奇吧 好不好 來 就在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個B&B B&B喔 對 滿怪的 然後這位是一個京的 編治小姐 編治小姐 TENKOさん TENKOさん 請求請 那這次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的 但是我們要先蒸米 他現在要先蒸米 對 但是他說他現在要做的那個東西 因為你剛好聽不懂 是嗎 好 他現在要做的是 取 做取啊 取 你取熟嗎 不熟 太好了 阿翔 做 這個米要先泡一個晚上 要先泡一個晚上 對 都是用我們這邊 最漂亮的泳泉水 所以先泡一個晚上 所以蒸的水也是我們特地去拿的 對 都是用泉水 因為宜蘭圓山這個地方 水是最漂亮的 那這個米是 普通的米嗎 還是弱米還是什麼 它是我們家種的米 有機米 有機米 就是一般 它是屬於長的 長米 長米 就是我們一般吃的飯 對 一般吃的 我們一般吃的飯 就是縫來米 但是它是長的 長的是屬於再來米種 再來米 對 真的很日式的這種做法 就是一個一個 慢慢來這樣 我都很想去幫忙的感覺 可是它 我需要幫你翻譯跟它講 沒有 沒有 這是職人精神 像是我 我就比較急 我就想要趕快用 要是你跟我 我們現在也是在外面休息 對 很丁 對 這個幹嘛 這是這個嗎 這個是 為什麼 這是 我們一起 殺菌 殺菌 對 五雜的 黑的顏色 沒有黑的顏色 沒有黑的顏色 它說這個放進 順便殺菌 待會兒要用 還要用 待會兒要用那個布 我看顏色 它說沒關係 我剛剛也是問那個東西 沒錯 這次我們的重要任務 就是學習製作米麴 麴是骨類經過蒸熟沉睡後 在表面長出的黴菌 麴菌和米一起發酵就是米麴 它跟不同的食材結合 就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發酵食品 像是味噌 醬油 日本甘酒 這次 我們不光是製作米麴 還有別的 沒問題 我開動了 很燙 拉 這樣 可以 不行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那個不用 那個不用 很難 怎麼可以 然後 然後把它 不要 不要噴出來 它要跳起來嗎 就是讓它這樣 有沒有 左右左右那種感覺 對 然後看一下你們的斜角度 左右左右 我們兩個坐一次給他們看 所以我們不夠有默契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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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沒辦法到哪裡 比較好 這樣就要用 對 然後就不要噴出來 然後就讓它先 對 因為它現在很長 對 對 你不是晃 你要拉高 讓它動 對 讓它動 對 拉高 這要拉緊 對 不要晃 拉高 對 手抖了 稍微要不要緊 對 對 你要滾 對 不要晃 晃 對 手抖了 但現在我們現在很厲害 手抖了 手抖了 好 我上去 滾去去 然後再滾過來 對 再滾過去 然後滾過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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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用一下 我用一下 來 這個 我必須要跟你說 我得到的資訊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本來的資訊是說 在宜蘭這邊有一個 很會做群的一個 作家 我其實沒有想到這個作家 跟你來這邊找日然做 真的嗎 對 真的嗎 確實 其實是美紅貼心 因為米區是日本人 很常用到的調味料 所以特別請日本人教我們 把米在棉布上抖動降溫後 撒上菌粉 不斷地搓揉 讓菌粉平均地沾附在米飯上面 趁著不滿菌粉的米 還溫熱的時候 就快速用紙袋打包起來 有失敗 我們一起做 再來包起來 包起來 把它包緊 一定 這樣子 對吧 對 大概 熱會出來了 為什麼它可以打這個 就是打那個 就是以前小時候 老了 那個什麼古代人 就是要遠行的時候 打做包袱的樣子 對 小時候帶冰當沒那麼辛苦 OK 二十日間 二十日間 對 四十八時間 什麼 就是我們 現在還要叫我們背 四十八個小時 四十八小時 三天 背在身上 對 那我們洗澡怎麼辦 對 浮浪那一答案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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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幾分鐘 什麼 浮浪 我問他說那如果洗澡怎麼樣 他說洗澡大概幾分鐘 現在的天氣 大約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夠行嗎 夠 十五分鐘夠行嗎 對 浮浪那一片 下巴 好 他說如果說洗澡 是會把它拿下來 然後用一些衣服 稍微把它蓋下來 然後洗十五分鐘 洗十... 超過一分鐘就 不會啦 這樣一綁就四十八個鐘頭 幫我拉 洗澡可以 幫我拉一邊 毛 你捏到我的腰內 用脖 你要減肥 他說就要把他當成是 很有愛情 跟小孩一樣對待他 這個要好好長大 幫我拉 這好像有幾個我懷孕 對 這就是米麴的新作法 爆麴 當時是點子小姐的朋友 在國外思念日本家鄉為而發明的 將米麴綁在身上 靠著體溫48小時之後 讓它發酵完成 飛車在路上走生是很尷尬的事情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我不是誰 對不對 但這個一樣 重點在哪邊 我們這個米 應該算是 就亞洲國家的主食 對 用米來做的一些別的東西也很多 超多的 對不對 比如說 在玩遊戲對不對 不是那不是重點 但你有沒有聽過 用米來做調味料 果汁機 好 是重點之一 但不是最主要的 你的米醬是這個吧 對 對 這是純米 對 純米 超米 超米 所以米 這個米醬是你們家 我聽說是你們家家傳的 對 這個是宜蘭地區做醃製品必備的米 宜蘭這邊 對 宜蘭地區這邊 怎麼 這個怎麼做出來 這個要 這你願意透露嗎 這個要先煮熟 然後再固塞 然後再發酵 它加了什麼東西進去 沒有 就只有鹽 鹽跟米酒而已 它顏色就變這樣 沒有放醬油 還是你煮的比較焦一點 沒有 也沒有 好奇 料理真的是一個無遠伏見 真的 好 現在怎麼樣 需要什麼 米醬 米醬 然後跟米醬的醬汁 這個是米醬的醬汁 所以你沒有加醬油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對 真的 它會 你發酵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液體 就跟我們醬油一樣 跟醬油一模一樣 你真的會 會變這個顏色 時間 就是有鹽 對 煮完飯 然後木曬 然後放鹽 還有酒 對 然後就變醬 對 它就是醬油 對 對不對 對 好奇 我一定要製作牌 所以 要先打是不是 對 全部放進去對不對 我放進去 之後 二分之一 一半 一半 米酒 三分之一 會 胡椒粉 這炒到很細嗎 對 這樣細可以嗎 還是要再細一點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接下來就是 醃它 要去抓它嗎 要按摩 這個我最會的按摩 這你最會的 軍品酒店的 行列中指示 你剛剛也在 按摩按摩 宜蘭天氣多餘 夏季才能夠做米醬 將米蒸熟後 稍微陽光曝曬到 微濕的狀態後 放到陰涼處 讓它自然發酵長菌 再跟鹽米酒 一起醃漬發酵 重點是 這番鴨 還要用米醬醃漬 超過四個小時 果然美味是需要時間的 醬就上來了 這個是 蒸了多久 蒸四個小時 要蒸四個小時 對 就是 讓它 軟 它是連汁一起下去蒸嗎 對 對 就像五座的那樣 連醬汁一起蒸 這個很像那個 油豐鴨 法國的那種鴨 蒸四個小時 我吃過這個 叫澳門 澳門 味道很像 一樣 它講醬鴨 醬鴨 是用那個 像甜麵醬那種去 也不太一樣 但是說真的 你們的味道 又比我當時在澳門吃的那個味道 要來得 沒有那麼死甜 沒有那麼死甜膩 它不是醬油嗎 它不是醬油 它就多那個米甜 跟那個醬香味不太一樣 乍吃 不曉得 會懷疑說 這是不是 味噌加糖加醬油下去煮 因為這以前是農家菜 是 以前就比較實鹹 所以以前很鹹 因為現在這個已經算味道很實 很重 對 但以前又更重 更重 它鼻就已經像是那個 雞湯的那個鼻 煮雞湯 整隻雞的那個 煮雞湯煮到那個皮這樣 軟爛這樣 我最怕喝到的雞湯是 它的湯很好喝 可是皮是軟爛 但肉已經乾了 裁掉了 這個沒有 它肉的質感很有趣 你吃這一塊 我沒有假的 你吃這一塊 你眼睛閉起來吃 像不像熬很久的豬腳 瘦肉對不對 就是比較外面那個豬腳 蹄旁 蹄旁比較外面肉比較多 瘦肉比較多的地方 是嗎 是嗎 你可以不用眼睛閉著那個 給我想像那個部分 我剛剛看你這樣形 眼睛閉起來 我以為人家關落影 但很像 我覺得很像 原來 米醬這麼厲害 米醬 對啊 我之前對米醬不熟悉 但是慢慢的 我也不熟悉 我發現發酵過後的米 去做得出來的東西 然後再去煮東西 那個味道很深沉 其實跟我說真的 發酵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不管什麼東西 它發酵之後下去煮東西 都很好吃 這米醬醃製的包壓 入口後出鹹 厚鮮 回甘等三種層次的風味 簡直是越吃越刷水 很好 宜蘭米醬我記住你了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不吃的素食材料理 吃飯囉